那么接下来就直接进入这一个隔空碎薯片的魔术教学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橡皮筋 然后准备一些薯片 那么我们首先呢需要拿一个橡皮筋 那橡皮筋尽量选择短一点的 那这个我有点长 所以打了个结 那么首先把橡皮筋套在我们的手腕这边 套完之后呢 从我们的手掌背后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轻轻的旋转 旋转形成这一个叉 那这时候呢 我们用小拇指或者中指随便选一个 食指这边都可以 那随便选一个空间 选择空间之后呢 从上端把它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呢 我们往前轻轻的把它用力拉直 拉直之后呢 正好陷在我们这一个拇指中间的一个缝隙里面 这时候呢 从这个小拇指这边往往里绕 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用绕到我们的食指边上 用大拇指把它直接按住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从正面看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的肉啊 可以把这个橡皮筋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它距离把它调整好 调整一下 把它调整好 可以把肉陷住 那至于这边的如何橡皮筋隐藏好呢 我们可以用衣服袖子 这样直接挡住 都可以 那看你实际表演 选择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薯片放在手掌上 放这边 那一定要选择啊 在这一个橡皮筋中间的位置 你不要放这边 放这边的话 橡皮筋这样 拇指一松 它的原理是拇指一松 橡皮筋就会从这边弹过来 然后把这个薯片给击碎 那我们不能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这样就可以达到把这个薯片击飞和击碎 那这个薯片呢 尽量选择这一些比较薄的薯片啊 厚的薯片的话 你必须要选择弹力比较大的橡皮筋 才可以把它击碎 看到了吗 这样就非常轻易的把这个薯片给击碎了 那我们呢 在这一个往前拉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个中指拉过去 然后再用力拉多绕一点 用力一点把它夹住 这样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间隙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橡皮筋是这样有个弹性 这样可以手放这边也可以直接 打到我们的手上 好了 这个就是魔术原理 我是魔术飞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